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海洋暖风让人心旷神怡 发达的游艇事业更是当地文明的度假卖点 蔚蓝的海洋可是大自然的一项献礼哦 马来西亚有各种哥德式的教堂建筑 普遍为华人四奉的道教公寓 更有传承自缅甸及泰国的佛教寺庙 这些风土民情都值得细细万位哦 各位观众们的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李冠宜 我们常说啊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我们经常呢会截取到 其他世界各地节目的精华 或者是一些特殊单元 当成是我们制作节目的一些方向 所以呢 鬼话连篇从前几集开始 我们改变了我们外景的感应方式 我们让很多的超展观众 藉由他们自己感应的那种强弱 到每个地方拍照 拍照了以后呢 再让老师或者是工作人员 回来之后检视这张照片里面 有没有拍到一些什么样的特殊领域的现象 那我们现在请问一下老师 老师对于这些超展观众 去进行这样子的拍摄 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他们必须要抱持什么样子的心态 或者是把自己的状况 调整到什么样子的情况 他比较能够拍得到好照片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第一点 就是要用心 你要用心去感应 感觉到哪个地方 你觉得特别明显 有那种感觉的地方 我们才去拍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除了你用心去那种话 你最好能够把你的心能够放出来 然后释放出你的善意 这一次我们又去什么样子的地方 进行超展人物 这一次我们要去的就是 那个林一介的最前线有去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大观园 这大观园真的是太恐怖了 你知道吗 我们的林雪老师谢远景 谢老师他是这个 我们林雪界的这个天王咯 他进去之前还要这样 这样摩拳擦掌 哦 被修爬 对 他就这样子 我说老师在干嘛 他说没有 我太紧张了 这样子进去 我真的在现场 我这个麻瓜真的被吓了一大飘 然后进去的时候呢 真的被现场的这个气氛给震住了 真太恐怖了 那场景真的很恐怖 对 这个呢 马来西亚的大观园 里面并没有刘姥姥 也没有贾宝玉 林黛玉 但是里面却有很多邻居的朋友 等着我们去跟他们接触 赶快来看看接下来 超载任务之大观园 曾因为日军占领 大观园成为处决人犯的场所 从原本豪华气派的大宅院 变成了草长过兮 生人静而远至的境地 这血流成河的惨痛历史 引起了日后的鬼魅传闻 即使是白天 阴冷的建筑仍叫人被挤发凉 入夜后更是显得十分诡决 这里究竟存在了多少亡灵呢 听说夜半啼哭的冤灵 常在偌大的宅院里沿荡 企图找寻被残忍屠杀 而遗落的尸骨 超载观众将再次跟随小柄 进行一段深刻的感应接触 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 风景神经一同体验 可以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 为什么想要来跟我们马来西亚 陆建筑的一座感 我觉得说台湾的跟马来西亚的 不一样 不一样 那在到达马来西亚之前 你可以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为什么想要来参加国外的 智套男认课 因为我觉得在国外会更有价值 更有价值 所以你其实 站在外面我们其实也有跟 民间朋友做感应 所以你觉得说在马来西亚 你会得到更大的价值 跟民间朋友做清楚 那你参加这次的国外的 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嗯 其实 可以跟你们大家一起相处啊 我觉得 对啊 工作人员啊 像小斌 我觉得你们都很好相处 对啊 是很好的朋友 好 谢谢 那为什么你很想了解呢 我们这个 这次的超凉观众 为什么想要选择在马来西亚 跟这个林建筑做感应 因为没有感应过嘛 然后想说看国外的会不会比台湾的更猛 这样子 对 所以来这个参加我们这个国外的目的也有想要跟外界的朋友做接触的对不对 对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呃 因为 没有出过国嘛 出来玩玩这样 嗯 所以有玩又有的感应这样 好 谢谢 现在有一位观众 我们一定要来听听看他对这个马来西亚 那他会有什么 凭借朋友会有什么反应 因为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观众 那么 那个 我想他不用访问了 晚上再看他感应就好了 好 让他继续睡吧 那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大观园的门前了 那个 据上次的林水前线来说 就已经有警告我说 这地方呢 是千千万万要很小心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观众呢 其实今天也都来到现场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样子 可能像是已经参加完我们差点 人物科进并不是 我们现在只在门口做一个行前的准备而已 可是每个人呢 叫人叫人 讨厌的都会 就连主持人小兵 我站在这边呢 其实头都有点发 观众朋友 是否对先前林役监定变床大观园发生的意外 感到心有余悸呢 由于此地被誉为马来西亚 站立指数最高的林役地点 所以这一次 我们再度与常驻与此的管理员协商 获准再一次入内探索 也希望能得到更多灵动现象 我们这个里面走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 再这样算过去 这个面积不知道已经有多大 就站着整个 这个大观园里头 头好晕 有没有什么感觉 头很晕 头很晕对不对 这头还真的蛮晕的 在这边发生过很多 有没有穿过 这行吗 是吗 是 这看谁 没看懂 中文吧 对我只看得到那个死了 末末末末 什么意思 七女死了 然后 选 为什么 不来 不来 这里这里有个古井 这里有个古井 来我们来看这个古井 咱们 奇葡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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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对 对 对 不好意思 呦 这个水好清澈哦 这水好清澈哦 每个人如果害怕的话都抓紧我 来 这个是弹孔吗 墙上的弹孔清楚地记载着当年大宅院里 血流成河的惨剧 这些触目惊心的痕迹 又将带给一行人什么震撼呢 连他们以前的祠堂都做得这么的漂亮 神主牌位 有照片 为什么他们的脸 你有看到 为什么他们的脸不见了 他们脸被一些脏东西给掩盖着 我觉得 真的在盯着我们看 各位观众 你们知道吗 照片的原理其实呢 焦点如果说是注目在你身上的话 你走到哪里都会觉得是在看它 可是呢 这个 我觉得现在这个照片呢 它是更具体化的 它真的眼球在看着你 你们看 一张成年的照片 究竟会让人有什么错觉呢 请再看一次这段画面 他在想跳跳啊 他真的在看着你 如果你敢看的话你听他一眼 他真的在看着你 我是真的在看你 不好意思打扰了 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感觉这么冷 这个是无数的血迹所造成的一面墙耶 你们看 你看 那些都是弹孔 不要怕 不要怕 对不起打扰了 不好意思 吵架啊 不好意思 我们看看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不要卡住 关掉 哪里 关掉 关掉 有没有看到 有的了 谁没看到 谁没看到 出来看 他在移动 他在移动耶 谁看到了 他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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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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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摄到了一张墙壁上的鬼脸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却无法捕捉到他完整的影响 各位观众 你能发现他的存在吗 我拿这个刺激 不难 对 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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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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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啊 之前的摇晃会是个预警吗 不知情的Amy 似乎真的冒犯了 瓷堂上的先祖 突然坠落的神主牌位 隐含着什么怨念和怒气呢 为什么他会从瓷堂上倒下来呢 那我们现在要回到 就是刚刚我们去大观园里面 有一些地方很奇怪的 而且我们发现到处都有血迹 所以我们回到那个现场 再去做一个领血感应 那我们现在就先走 墙上血迹斑斑 这是残暴仇杀的痕迹吗 Amy将以实验证明 刚刚啊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应该 上面就是军事审判的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做一个领血感应 所以你有看到什么状况 记得要告诉我 因为这毕竟不是台湾 现在Amy姐在里面做感应 我觉得她好勇敢 你后面好痒 我听到有一个人在叹气 警铃在Amy身边的黑影会是什么呢 请观众朋友注意她的行径 Amy的感应现场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让我们仔细地来检查这段影片 快撞 快撞 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倒了Amy 是之前移动的黑影吗 她会是亡灵的现身吗 好 在这个大观园里面 惊悚的搜寻结束之后呢 我们开始我们的浅层的接触 在这个我们浅层的接触里头呢 每个人抱着不安的心情下去坐 那么呢 我们的四周的这个灵动性上 其实呢 在每一刻都在还在发生当中 不管是财狼叫声 或者是门关的声音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来看她们 静静看她们减层的感应 而且她在看哪里 门口的地方呢 她在转向了 她怎么这样趴下去 这边还好 她怎么这样趴下去 没接住的话 头就着地了 来来那边接住 那边那边小心 感应过程的迅速 应该是因为亡灵强烈的聚集 不明状况接二连三出现 整个暗夜空间也更令人觉得窒息了 来 怎么办 地上都是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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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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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南云姐你小心一点 夏菜 他只要我转向 你要不要跟着她 对 跟着她走 对她感觉走 如果说她要带你走 拉着你走 你让她带着走 我会跟在你后面 放心 好不好 由于本身的体质特殊 超带观众甚至能感应到 无形的拉扯力量 这将引发什么更具体的反应呢 请各位观众继续看下去 好像我们从一辆小禅开始 因为她觉得有一个力量在抓着她 但是我不知道她想要抓她去哪里 现在呢我们想要让她试试看看 带着小禅走 找到下一刻灵异的证据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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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天灵盖怎么会是 像冰箱一样的温度这么冰 里面是还剩两个 对 还剩两个 对 还剩两个 还剩两个 对 还剩两个 发布我 只要是 因为等你出去 坐外面一点吧 坐外面一点 骑黑偌大的大宅院 充斥着蹄库的院铃 叫人无力招架 超带观众痛苦的神情 像在传达亡灵死前的挣扎 叫人胆战心惊 Oh my God 你看这个小 从哪里掉下来 等一下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地方下面不会埋着什么东西吧 我不知道 对 小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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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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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橡皮一定有埋东西 我真的觉得橡皮一定有埋东西 抢结以后人一定是埋在这的 因为我们里面的地图是用那个 所以我们自己放这以后 它不可能是用包 对 是米图包 它等一下我一定买东西 这个地方是小禅 它闭着眼睛的状态下 带我们找到的 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这地方 百分之九十 它一定是在下面有买什么 而且你看 不是还可以出现这样子 红红东西 骨头 哪里 哪里 Oh my God 骨头 明明中导引的力量 是来自于飞剧中的亡灵吗 地上破露出来的残骸 是否就是尘埋多年的尸骨呢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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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啊 对 这个也是吗 那是 那个面图 好像是要外面出装房子 对对对 来 小禅来 好恐怖哦 这太恐怖了 来 小禅你在这边等一下 对 小心 小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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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观众全部天灵盖 全部都是冰的 全部都是冰的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 丢掉 不管你如果要这样 我们也真的没办法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里放手 我认识 全部先解决 先解决 老师 老师 先把解决好了 我拿来 你看 小禅 来 感应的混乱场面一再上演 紧张的气氛 让我们体验到当下的灵动力量 过于强大的磁场 即使是在感应解除后 力量仍未消失 我虚掉了 小禅 这三种也是哦 我虚掉 不要先先走 他还可以撑住 他还可以撑住 小心 先看美国 看美国 他好像要讲话 我还可以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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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撑住 我还可以撑住 他还可以撑住 是不是要用台语 跟他沟通 你如果有什么完整 你讲出来 不要紧 我们直接听你讲 老师在旁边 我们老师 可以帮他做一些处理 不然就能完全 你都尽量讲 可以 我可以 沒關係,你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在我,我轉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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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有什麼事,你告訴我,沒關係,我直接聽你說的,有什麼完全,你告訴我,沒關係